杨成林五年不洗牛仔裤被喷恶心,这些明星一次都没洗过裤子。 杨成林出席牛仔裤的品牌活动,分享自己的经历,曾说自己五,六年都没有洗过牛仔裤而被网友讽刺恶心,杨成林知道此事后,直接在脸书上回对回去。 杨成林在脸书上写道,这个世界有些人就是会这样,跟你不一样,你就认为是错的,只有跟你一样才是对的,这种心态大到可以反映在性向上,小到可以反映在牛仔裤气或不洗。 看到许多网络媒体纷纷写了今天的活动新闻,我说道,我从来不洗牛仔裤,穿醉酒的一条大概56年。 没想到一个自己对于牛仔裤的执着和习惯,可以被一些网友指称博榜面。 我完全不会生气,一点也不,更不是较真。 但这样的留言更让我确认,很多人判断事情只愿看自己的想法。 我不会觉得洗牛仔裤的人是错的,也不会因为我不洗就是对的。 洗或不洗看个人,爱男人或爱女人,看自己。 我发这篇简单来说就是,别因为自己不认同的事而扭曲别人,况且这些事都没有伤害到任何人,不是吗? 其实杨成林发这篇文的目的不在于纠结洗不洗牛仔裤,而不建议大家因为自己习惯的不同而去攻击别人。 杨成林的男友李荣浩更是马上站出来挺女友,发文称,你说你常洗,他会说你洗太勤,炫富,博取榜面。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因为自己习惯不同而去迎合别人,他不认同你,你做什么他都会觉得是错的。 大家纷纷表示被虐到了,这波恩爱秀的可甜了,前段时间李荣浩在演唱会上偷亲杨成林视频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,在演唱会上杨成林出场十分陶醉的唱歌,之后李荣浩唱住唱住就一直看向杨成林,接住他向他走去。 在他准备接住唱的时候,他真的可以用铺唱剧来形容拉狠狠地亲了一口,然后像个小男生一样蹦了起来,最后结束的时候,他说,谢谢我的女朋友杨成林,真的好甜呀。 其实呀,牛仔裤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,不应该常洗的,牛仔裤是要养的,而且有的牛仔裤坚决是不能洗的,挂在通风处去去味道就可以了,然后记得翻过来晾晒。 其实人家裤子五年洗一次不代表那条裤子穿了五年,有时候一条裤子估计五年就穿一两次吧。 大家都知道潘伟白可以算得上是牛仔热爱者了,尤其热衷各种破洞牛仔裤,他跟大家分享过牛仔裤是需要保养的,自己从来没有洗过牛仔裤,而且明星买的衣服裤子呀跟咱们一般上班族,无论在价格还是穿的次数上都是不一样的,没有可比性。 所以也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待别人。 于文乐更是牛仔达人,之前上快乐大转营的时候就分享过牛仔的保养,自己从来没有洗过牛仔,据说叫养牛,虽然不大懂,可是咱平常人的牛仔裤也是不建议长洗的。 虽然乍一听五年不洗有点夸张。